插著瓜地馬拉國旗的黑色轎車 破天荒開進立院廣場 讓行動不便的瓜國總統假賣袋 走上紅地毯 紅地毯從門口一路鋪向議場内 立法院睽違十三年再度有國家元首到議場演說 國方人員特地別上台瓜兩國國旗兄章 就連獻花也有巧思選了瓜地馬拉國旗色 處處用心要讓遠道而來的好朋友就甘心 加美戴率團訪台讓中國外交部又跳腳 大算此行不過是民進黨當局自欺欺人的把戲 加美戴總統國下如此不會強權的氣迫令人敬佩 他以實際行動表達瓜地馬拉對台灣的支持 阿威 llamaba la comunidad internacional del mundo libre que debemos estar comprometidos con la exigencia de respeto de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y la soberanía de la República de Taiwán 一席話讓在場掌聲四起 游喜坤也頒贈國會議等榮譽勳章給賈麥代 立委們更紛紛變成小粉絲打完自拍 一早總統也以隆重軍禮歡迎 又滿滿熱情迎接瓜國老朋友 靜新的林鄭 郭元廷長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盛靜美 靜好新聞